來玩這款在進行封測的 螺旋圓舞曲2 薔薇戰爭 哎呦 這畫面是很精緻的啊 終於找到你了 你是小白人 封測期間不代表最終品質 搞不好那個時候是會有語音的也說不定 好不好 唱個暱稱 我叫小公爵 獲得的物品少女的每日功課 這個卡牌 帶辦事項 看一下 確認前往 哇變漂亮了 是一位小美人 我很喜歡他的畫風欸 是不是跟薔薇有關的名字 畫風都是差不多的呢 這種畫風很受少女的喜愛 很受妹子的歡迎 獲得的故事 蘇蘇大人 我想振興家族 振興家族 還沒開始 就先給我一套衣服了咩 套裝設計進度 來 趕快來換裝 前往看看 五匯的套裝 這邊可以進行編隊 好 把貨取卡把它裝起來吧 然後呢 退出 這個屬性是算是素雅 清純的 凝衣群 哦 好漂亮喔 好啦 就用這些美美的 這系統送的嘛 真的少了語音 還是有一點落差 是不是 聊衣群 因為我比你漂亮 所以一定得聊衣群 比美 在舞會中 比美氣勢最高的 一幫獲勝 接下來呢 它乾淨可以嗎 不行喔 有提到的珍珠 這時候進行戰道 這是我裝備的卡牌技能 右邊 對方 有鑽戒 哇 閃閃發光 烏鴉攻擊 到了一項了 接下來來到第二項 移除著舞 這樣也能提升經驗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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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清理祭台 祭台部分呢 這是掛機收益 好 是什麼 第二個小章節嗎 舞會套裝 一樣用這套嗎 一鍵搭配 一鍵搭配 唉唷 我又穿了什麼東西啊 我的數值進來提高了 黑龍幫家族組長 來了 哈 我是一位淑女呢 整體還可以啦 但是 我個人是覺得 他在於音效部分 嗯 不太OK 好像音效那些是沒有插入是不是 露宗之海 露宗之海 很漂亮的喔 新手特惠 還有這一件 喔 這幾套服裝都很好耶 看起來四款強座喔 歸夢券 我拿到了歸夢券 我拿到了歸夢券 新手活動 一件領取 又拿到歸夢券了 福利好像給的很不錯喔 每日禮包 全部都領起來囉 每週 每月 好 接下來呢 我是不是可以去轉一下 轉蛋的地方在哪裡啊 還沒還沒開啦 紀念品 陳列 我還可以陳列其他的嗎 沒有了 我只有兩件 左上方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千萬成橫像 就是 有一些地方可能 就是要 比較要吃操作的時候 就可以用橫像的 但是 大部分啊 他還是會回到直向 不歡迎 打從一開始 我不覺得讓你進來 可是我已經進來了 呱呱 來幫你們配音好不好 他的背景音樂啊 忽大忽小的 有時候就不見了 你先搭配 哦呦 你看到嗎 是不是變得更漂亮了 喂 當個好人 獎勵囉 其實像這樣子 點擊他會跑步 是不是 就可以千萬成橫像了 結算並離開 還算是很不錯的啦 其實 這種類型的遊戲 本身就已經很少見了 所以還挺值得一玩的 返回 在哪兒 都沒有在拍攝 都沒有在拍攝 都沒有在拍攝